贸易部长祖吉菲利表示 政府已经将免费营养餐的计划 列入国家收支预算当中 并且将会于明年启动 贸易部长祖吉菲利 继续在学校推广免费营养餐的计划 这一次是在南邦县的三所学校视察时 祖尔哈基表示 为了这个免费的营养餐计划 政府从国家收支预算中 准备了71万亿吨 并且计划于明年启动 而每份食物的价格 是在一万五两万至两万五顿之间 菜单包括鸡肉,蔬菜,鸡蛋,水果和牛奶 祖吉菲利说 该测试结果呢 这些将会提交给营养专家小组 找出最适合的菜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